说回太空科技,大家都知道,50年前,美国就说,这个太空人Armstrong,当时我们很小时 电视上宣传,韩斯朗,艾德宁,阿林斯,三个美国太空人,上这个月球 艾似唐,艾似唐就是第一个踏足月球的人,当时有一幅相,一个脚印,脚印的相,变成一个icon的相,就是美国,美国人灯红月球,拆了千美国旗 好了,跟着就,苏联看到美国的进展,跟着就做一个太空竞赛 那结果呢,搞到呢,苏联呢,就是国库空虚,用了很多钱 那但是苏联都不是很成功的,都有些太空的意外出现了,曾经都有太空人牺牲了 那但是呢,太空这个竞争,这个太空这个军事竞赛呢,即是50年前已经发生了 那但是其实究竟现在,很多人就说回,究竟其实当年美国是不是真的上了月球的 如果他真的上了月球,当时登陆月球的太空人,那些影片谁拍的呢 当时的科技有没有这么高级呢,那现在都是在质疑着的,很多时候 好了,过了50年了,苏联就解体了,没有了对手了,没有了对手之后呢 美国就说,我不用太空竞赛啦,月球都不用上了,那就丢下了了,登陆月球 好了,直至近年呢,又开始见到中国的太空科技突飞晚进 那美国人就害怕了,咦,你现在中国弄了个,我已经不让你去参与这个国际太空站的研究了 你怎知道可以一个屈美十呢,就弄了一个中国的空间站 更加漂亮,更加先进,美轮美缓,更加cyber field 还可以常驻航天员在上面做研究 那接着呢,中国更加厉害了,贫密地,神舟火箭升空 载太空船上太空,实行什么呢 去月球的计划啦,还有呢,就是月球,火箭呢,就是神舟火箭 再上了,再上去太空,那就是,譬如上俄,上俄,最新就是上俄六号,去月球 那有时不是上俄的,有时是天文的,天文一号二号,那些就去火星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太空舱,就去这个是中国的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那里做实验,做驻守在那里,那主要是,就是通常都是神舟火箭做发射的 那但是,中国现在看到呢,我们看到神舟火箭发射呢,好像当吃山菜那样 几乎就是平均你每一个月,都有听到,啊,神舟火箭又升空啦 这次就,载太空舱上去,或者载这个航天员去中国空间站 那可能下个月就会是,因为就是常俄多少号 那再下个月就是天文多少号,就去火星那样,频密频密 那就是,而且是每一次火箭发射呢,我们的神舟火箭呢,都是 挺好的,挺好的意思是,准时啦 啊,还有是,就是没有意外地发射啦,Touchwood 那但是相反呢,美国,丢下了所谓五十年,精空计划 现在要重新激起呢,就弄个什么阿尔提斯火箭呢,去年呢,弄了几个月才发射了出来 接着又漏燃料啊,又说天气不好啊,又说行雷啊,又有风暴啊,这样 整整一下呢,勉强地发射 但是也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呢,就可以直上月球啊 以前,你既然以前,五十年前,你都上到月球 没理由现在再收拾个科技,上不到的啊 只可以在个轨道里走,没理由的啊 所以越来越多人质疑呢,五十年前呢,究竟你没有上过月球的啊 是不是假的啊,没理由你五十年前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啊 他不是说做不到,他说现在啊,丢下了五十年,要再搞 再搞多几年才可以上到月球那样 那好了,那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质疑啦 那但是现在看到呢,就是美国的火箭升空呢,都,升日火箭都困难 另外呢,就要找私人企业帮手啊 找马斯克帮手,做SpaceX,又找波音帮手 啊,做些什么的,升制的,升制的,载人的船这样 就是希望是发展,就是似乎呢,美国的太空总署呢,就不太够钱 就要找个私人机构啊,找这个马斯克,又找个波音啦 帮手,砌一些东西出来,那但是你看到啦 SpaceX,马斯克射的火箭上去,通常都是爆炸收场的 最惨的,就是炸完之后呢,就说啊,是啊,我预了它炸的了 预了它爆炸的了,爆炸一下呢,可能下一次试射就不会爆了 这样也可以的,那最近波音就还搞笑 弄了两个太空人上去,回不了来 那现在两个太空人怎么办呢,在太空,走去国际的太空站 喂,收留住先啦,那国际太空站说,喂,我没有预认你两个人过来的哦 你两个人过来,你是用了我的资源,用了我的氧气,用了我的食物 喂,你想要留多久呢,现在搞笑的地方呢,就是说,都不知道留多久 美国太空总署可能要发射另一只太空船上去接他们 死啦,你的火箭升空,随时都要搞几个月,还不知道成不成功 你之前叫波音,弄了两个人上去,回不了来,都不知道怎么收货 说了一大论呢,就说了近来呢,美国的鱼东西 也都说一下它的历史,那个航天的历史,真还是假,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那么,美国雨时多,中国就厉害很多,看看昨天发生什么事 昨天发生什么事,给图图大家看就知道,非常之鼓舞 6月25日,上河6日,上河6日呢,其实6月初,因为6月5日呢 就由神州火箭再升了空,跟着上河6日呢,就是去了月球的 那么在月球之下,在月球的背面呢,就收集了一些泥土 那么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月球背面,收集了两公斤左右的泥土 然后带回地球,那么昨天就成功呢,就通过上河6日 这个航呢,就带回地球了,那么你见到呢,这个航呢 通过大气层,跟着呢,就其实你见到那个面呢,都凶凶的了 通过大气层,进回地球之后呢,那就是用降落山来降落 成功在预定的地点,内蒙古,降落 那么大家都见到那些画面,电视画面,昨天的 那么你见到了,即刻就有,有关人员呢,去 楼下了,就是找到这个,这个航呢,其实都很容易找的 因为它,过了大气层,你见到烧焦了 跟着就放这个降落山来,其实全程都拍着,拍着它 就是完全呢,是掌握到它的位置,就不会呢,就找不到的 那所以当它降落了在内蒙古的草原呢,很快呢 就是有相关的人员呢,就走去,固定了它的位置 那就是,这个这样的,上俄六号的仓呢,就会是整个原封不动呢 就送去,应该是送去北京呢,在北京才开的 那到时呢,就里面呢,应该就在月球背面搜集了的 两公斤的泥土样本了 那就可以做很多研究了 那这两公斤的泥土呢,就很多国家都就是 就是,掌握着说要的了 啊,月球的泥土做研究,那看一下怎样分配 那中国都是说明了,像上次那样 在月球表面拿过,第二次的了,这次就在月球背面拿 那上次在月球表面拿,这个是正面那里拿些泥土回来 中国都很大方分了给很多国家去做研究 那当然是不给美国了 那就,好了,那这次就分给哪个呢 可能都会,美国都会出声说,麻烦分一些给我 那看看中国是不是大方地会分一些给他呢 可能都会的,那我想说什么呢 中国在航天科技的发展,有目共睹的成就 就是我们的中国空间集,我们的精月计划 我们的精火星计划,全部如火如荼 每一次神州火箭发射,暂时来说 Touchwood都是顺顺利利的,相反呢 美国就有很多阻滞,但是美国呢 就不忘呢,就抹黑中国了 总之见到中国有成就,又不忘抹黑中国 那最新的抹黑是谁呢 就是前日,前日6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 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这个局长 这个局长叫做什么? 他是比尔纳尔逊,纳尔逊,就是纳尔逊 他就说了,咦?中国航天领域都挺成功的 在过去十年呢,取得不错的成就 中国呢,真是好东西,可以说得到就做得到 他都说得挺忍悔的 好了,跟着呢,说完之后呢,又 顺势又想踩中国了 他说,哎,其实现在中美是有个太空竞赛的 你中国这样登陆月球 跟着又说要去火星,没错,你做得很好 说得到,做得到 但是,其实现在你很有野心的 中国呢,正在就想激起新一轮的 中美太空竞赛 所以呢,美国呢,都要想办法 怎样去阻挡中国这一轮的攻势 那他的意思呢,就说中国呢 那么多的火箭太空船,太空人 长驻太空那样 就是想发动一座太空的战争 那么他认为呢,中国呢,就会在太空上面 作出一些垄断啦,甚至是发展一些技术啦 这些技术可以足以呢,就发动战争 太空战争,摧毁 摧毁其他国家的卫星啦,等等啦 那接着就可能是,中国是会登陆月球啦 然后霸佔月球,霸佔太空啦 就是这样,唉,听他说完这些东西 都真是,又是火滚 其实,中美存在竞争 那其实是一个量性的竞争来的 太空这么大,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 很多国家共同去,一起去 发展科技去开发 这个是一个共存的一个 一个活动,简单来说 一个活动啦,一个是对 人类发展的一个活动 对太空发展的一个活动 那不要经常一说呢 中国怎样去月球去火星或者将来 就是一个竞争 就是要来针对你美国 你不要说到自己这么伟大 我们发展太空 我不是想针对你,我不是想趕你走 我不是想打倒你的卫星 我自己发展,我们有自己的路 实际上 在现在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呢 我们有长驻呢 起码有三位的航天员在那里长驻 每半年有另外三位去接手 其实他们三位上去 不是真的在那里做康奸 他们是做什么 他们是做实验 而在太空 很多的 这个是 高辐射的环境之下 做实验呢 可以令到这个细胞分裂加速 所以从而可以令到我们 比如举个例子 可以研究出一些 一些变异的种子 然后选择一些变异之后 更加好的种子 好的种子就是什么 生长 比如快速 或者生长出来的品种 更加有益 有健康 或者更加好吃 这些就是对整个农业 这些农业是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们的帮助 不是单纯帮助中国的农业 我们将这些技术 可以灌输到其他世界 其他地方 那单单是农业 那个种子 在太空做实验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那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种子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现在我们香港 快要有一个总督册 有一个女总督册 将会被选入这个在学园 在学园正正就是 上这个是中国的空间站 做实验 那不单只做实验 只是做种子 我们做很多的物理和化学的实验 或者生物学的实验 将来都会大量在太空那里做 那在太空的环境 可能是更加有利做实验的环境 就是对于某些实验来说 那这个正正就是我们 就是中国发展太空 其实是对全个地球的科技 各方面 农业 或者是能源方面 或者是一些物理学上 化学上的概念 这一类的实验 其实对全世界的科技 都是有所进步 但是很可惜 当我们有一个大的成就 发展得很快 有目共睹 美国会走出来 就说我们是 挑起太空的威胁 炒作我们会在太空部署核武 或者是一些死缸的武器 或者是将来我们在卫星 就可以从卫星发射武器 去摧毁对方 那美国就最流行说这些东西 那昨天我们上月6号成功登陆 那前日这个黎尔顺 上月6号未登陆 他前一天已经先说定 就是中国正在进行太空竞裁 所以美国就要好事担担 新重地考虑如何应对中国这个太空战争 所以早前美国太空的太空军 美国有个叫太空军 发布一个太空竞争的评估报告 他就说现在中国不单止中国 他还说俄罗斯 他说中俄正在测试研发反卫星武器 用于破坏和摧毁太空服务 美国需要应对威胁 美国会跟踪中俄的寒天气 对于这些美国太空军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 美国是长期反复翻炒中国外空威胁论 污蔑抹黑中国 只不过是为了自身扩张外空军力 维持军事霸权 尋找借口 事实上美国公开将外太空的世界 作为作战的僵命 大力发展外空军事能力挑动大国对抗 是外空军事化 战场化的最大推手 和外空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国是会坚持和平利用外空 反对外空军备竞赛 致力推动国际社会谈判 达成外空军控法律民主 以法律手段维护外太空的和平和安全 其实我们的发展 你看到有蒙古岛 我们的发展是怎样 我们真的想到它做实验 做实事 而做到实验的成果 是对地球各方面的科技 我们的农业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而美国的态度 永远都是敌对 永远都是以它霸权主意 行先 在地球上面霸权了几十年 现在太空上面 当它看到中国发展 超越了美国的时候 其实它越来越眼红 更加相信都会继续发布这些不利的言论 污蔑和抹得中国 这些已经预测了 好了 第三个话题 很快就说第四个 其实奴者长今次都提过 帮我补充一下 第四个话题就是说 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 就是说 美国的高校 就是大尊院校 就会限制中国的学生 来美国学习理工科 这个绝对是一个倒退 首先会影响美国很多大学的修身 财政 但也同时影响最大 就是美国本身的科技的发展 他说我不收中国学生 我不想你来读理工科 特别是人工智能 电子计算 数据等等 这些层面 我不希望中国学生来 不如这样 我找多些印度学生来 我欢迎印度学生来学习 中国学生来做什么 你学人民科学 学美国的文化 所以他也同时鼓励美国学生 就去中国 就学中国的文化 所以大家在人民方面 或者社会方面的交流就可以了 我就不欢迎中国学生去美国学生 事实上现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大概有29万 如果这样搞法 整整一下 越来越少的中国学生 会去美国发展做研究 现在很明显 很多的研究人员 博士、石士生 其实都很多人愿意去中国的大学 那些研究院做研究 比如早前有一个日本的科学家 他就说我宁愿去中国 他给我的条件比美国更好 那个研究的地方 那个研究室又大 又有些优秀的国内的研究生 可以帮助他做研究 那如果这个趋势是 开始的话 其实美国那个 对于长远美国的科技发展 其实是很大件事 基本上他现在就是找石头 去砸自己的脚 所以这个美国智库 外交关系委员会 早前发布了一个叫做 中国战律枪议 就是说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就是要大家注视 最好少一些中国学生来 老实说 你如果说找多些印度学生去 我不是踩印度学生 也不是怎么踩印度人 但是我在香港 有一个人很有趣 我在香港金融界认识一些朋友 近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日資也好美資也好 都聘请很多印度人 那你譬如City Bank 花旗银行 其实很久以前已经见到 是印度人氾濫 那它说现在这个趋势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发展得大 可能真的很多印度人是很棒的 那么它可能升了上高层之后 就聘请引度人 所以越聘越多 那但是就譬如 近年来我都听到一些朋友说 有些印度人真的挺聪明 但如果你近年的趋势请那么多印度人 其实真的有些真的不行 但他们聪明在什么?聪明在面课 他可能在美国长春藤读完书 英文就很厉害 但是吹水他就聪明了 就是面课告诉你 什么都行的,我做得到的 到真正要做事的时候 就未必做得到 所以有时候 你说美国要聘更多印度人 我都有所保留 说真的 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毕业生 中国学生很多质素 其实真的相当高,平均来说 其实如果真的砌起上来、做起事上来 平均来说不会比印度人差 但是印度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interview或者开会的时候 因为他们英文好 英文好,他就抢着说话 英文流利,你便觉得他 presentable 但到真正落手落脚做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自然会见到真正的 所以这个美国副国务卿 坎贝尔说了这些东西 不想中国留学生去美国 读理工科 很快就会见到坏处 你便即管请多些印度人 很快,几年之后会见真正 你到时知道 如果当中国的留学生不想去美国做研究 做研究生、做博士、碩士 宁愿留在国内的顶尖大学 到时呢 其实现在的趋势已经是了 中国的碩士、博士生发表的论文 的数目已经开始超越美国了 如果再是这样呢 不欢迎中国留学生去美国 美国的大学呢 无论这个学术上 或者经济上 都会出现危机的 这个是必然的事 很快的 可能一两年后就会见的 好了 那么 还有点时间 说点点欧洲国交杯 我这一轮都很喜欢看欧洲国交杯 但是呢 开始就越来越难测了 因为呢 已经是去到小组的最后一轮的赛事 比如昨晚呢 就有四场球 那你见到呢 荷兰就是 因为荷兰和法国呢 之前已经有四分 那变成了他昨晚那场球呢 他是不需要赢的 他都可以出线的 因为每组呢 头两名出线啦 就六组的最佳名次 那四队 第三名都可以出线 那所以呢 你就算拿第三 如果你有分 和德塞球好呢 就是有三分 或者是德塞球是正的 都应该出到线 那所以荷兰 昨晚 昨晚是对奥地利呢 那图兰就本身是打得麻烦的啦 但奥地利就一定要赢的嘛 他才有机会出线啦 起码都和啦 起码都和才可以 那奥地利 那奥地利是很积极的 和荷兰相对没那么积极的 那结果竟然呢 奥地利就不赢了 爆懒就赢了荷兰三比二 那就是奥地利变了榜首 那法国呢 对着最弱的波兰呢 竟然都赢不了 因为他不需要赢的 原来他不需要赢的时候呢 就真的会赢不了的 那他和了之后呢 就发觉第二 那奥地利第一 发觉第二就出线 在一个小组 荷兰第三名呢 都出线了 那所以一路呢 你想估这些战果呢 其实你都要想一想 整个一路打一路的分组 那个分组的几分的形势 他几分榜形势 那好像施早那样 昨晚两场球呢 那丹麥和蔡尼维亚呢 蔡尼华是一定要赢的 所以蔡尼维亚是很进取 但是丹麥呢 就和都可以的了 那所以丹麥呢 就是防守就很积极 又不需要真的怎样强攻 那结果就真的闷和了 那但是呢 当英格兰见到 旁边那场和了 那他就说 我又不用赢了 我和都可以 和到英格兰就是绑守 绑守呢 出了线就不用对德国 避开德国 那所以又不用赢了 不用赢的话呢 斯洛文尼亚就就说 咦 英格兰你不用赢了 那不如大家都和吧 大家都和吧 斯洛文尼亚就可以以第三名呢 就是他有三分 那他有出线 所以看到昨天下半场很有趣的 英格兰和斯洛文尼亚 没错英格兰是攻斯洛文尼亚 但是呢 斯洛文尼亚呢 其实你在最后的阶段呢 你会感觉到两队都想和的 因为和呢 对大家都有利 只要对另一场同时间举行的丹麦对塞尔维亚呢 又是和就可以了 如果这一丹麦是和 赛尔维亚呢 其实英格兰和 斯洛文尼亚呢 英格兰第一 斯洛文尼亚呢 大家都出线 所以一直看呢 都很过瘾的 就是你会看一下 赛事进行中 但是呢 你又会看一下积分榜 那原来好像四队呢 就是同时间进行中赛事呢 他们都是看积分榜来做 做决定 究竟这场是应该赢 还是不用赢 还是打和都可以 那你都见到那些战术呢 临场呢 都会有一些是 真的是很保守的 就是法国呢 赢不到波兰 如果说真的 法国真的要 要赢波兰 是吧 那他就要和了都可以 和了都出事 没所谓 第二名出事就是第二名 都没所谓 好了 那么今晚就 还有剩下那两组 EF组 有斯洛伐克对罗马尼亚 乌克兰对比利时 那么这一组呢 就最麻烦了 因为四队都是打了两场之后呢 每一队都是三分 就是好像这里那样 每一队都是三分 那德塞球呢 罗马尼亚和比利时好些 斯洛伐克就零 乌克兰就最差负二 那么这变错呢 今晚呢 你一直打呢 四队就会看着积分榜 到时呢 都不知道会怎样发生什么事 所以呢 很难估呢 赛果是哪队赢 或者是入球多还是少 是非常难估的 这一组是E组 F组就容易一些了 F组呢 葡萄牙就会对格鲁吉娅 但是葡萄牙就已经六分 一定是榜首的 只要今晚不输得多 输少少都可以 那会不会放水给格鲁吉娅呢 格鲁吉娅要赢才有四分呢 才能出到线 和都不行 和只有两分而已 那格鲁吉娅会不会赢葡萄牙呢 不需要多赢一球都够了 那格鲁吉娅一定有斗子 但是葡萄牙可能会不会出复选呢 这又是问题了 所以很难估计的 不是优胜劣敗 不是葡萄牙 全球的话呢 你就估不到 那如果葡萄牙让得多呢 可能格鲁吉娅呢 所以他未必让得起 格鲁吉娅呢 那另一场呢 就生死战了 土耳其对芷 芷克一定要赢 有四分才能出到线 和都不行 和只有两分 但是土耳其又不是哦 土耳其呢 有三分 和都可以 和有四分 都能出到线 那捷克很想赢 土耳其呢 就很想和都可以 那所以又会出现局面 可能土耳其会否会保守一些呢 会捷克是会进取一些呢 那一个保守有进取 那未必多入球 可能入球是很少的 那所以又是很难估的 就是变成了 就是观赏角度啦 大家去看这些赛事 观赏角度 但是呢 你会见到呢 每一队临场发挥呢 其实会看着积分榜来做人 都挺有趣的 那就可能要入到去 这个是 十六强之后 涂泰赛啦 进入涂泰赛呢 然后呢 一场一场才会打真军 见真将 在这些分组赛呢 很多时候呢 你都会发觉呢 走着走着来踢的 好 那继续欣赏啦 晚上就欣赏欧洲国家杯 晚上就欣赏欧洲国家杯 比如现在呢 就是阿根廷正在对治理 那大家都可以上去看一看 阿根廷正在对治理 就是 足球迷呢 最近不休 不休没播放看啊 看到天分地都可以了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是财经类别 有六语人金融hi t 和上风的投资攻略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感谢大家 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吃出来 臀